大家都知道 是今日這個時代媒體經營面對諸多的挑戰 但是我們星島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堅持本地的製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們的支持 請你點擊屏幕下方的Buy Me A Coffee 連結 直接贊助我們 可以參加我們的Buy Me A Coffee 俱樂部 所有會員將會享有豐厚福利和禮品 時事焦點熱門話題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 我是梁煙成 跟大家說說世界大事 最近根據蓋洛普的民意調查 美國人對自己總統的信心是多少 只是26% 2021年還有38% 已經很低 現在跌到26% 我覺得拜登上場以來 除了老年的種種癡呆表現之外 他用的手段是相當獨立的 又相當將世界引向一種衝突的狀態之中 而最近壓迫中國方面 有各方面的制裁、脅迫 特別是大搞台灣問題 希望引致某一種亂局 而美國眾議院又跟他合作 在7月25日 國會眾議院通過一條台灣國際團結法 是1176的議案 認為聯合國1971年2758號的決議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在聯合國唯一的合法代表 他說沒有說到台灣怎樣 所以提出台灣聯合國的代表權是怎樣 而且他說這條議案都沒有說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關係 是沒有立場的 眾議院玩個遊戲 其實如果你看回那時候的歷史 就是1971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被聯合國承認代表中國 因為之前是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義 所以台灣只是一省大 他就代表全中國叫中華民國的名義 控制著聯合國的代表權 一直以來美國用否決 多國的希望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才代表中國 多國的要求都被美國否決 不過那次1971年 終於大家都一起投票 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入聯合國 而取代了當時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情況 所以台灣就退出聯合國 但其實大家都同意 因為台灣不是一個獨立國 而美國其實當時和中國已經有了一個協議 即刻有一個協議 就是1972年 到1978年 到1982年 三個聯合公佈 裡面都是強調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句話很重要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自己簽約成形 因為現在眾議院 嘗試去否決 聯合國的議案 又否決自己 美國和中國簽約的這些公佈 那麼 一個國家的國會 是不是有權去否決聯合國的議案 雖然你是第一強國 那麼這件事都是完全穴權的 就是說聯合國的議案 你美國國會說 那麼跟聯合國有什麼關係呢 你一個個根本就沒有權要求聯合國怎樣 而其實美國自己已經承認了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那麼這個是一個基本上簽約的 那麼 而且你嘗試想說台灣的地位未定 那麼 公然要否定戰後國際公約的基本秩序 那麼 第二次大應之後 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都同意了的公約 就是先是 1943年的開羅宣言 就說明日本要歸還中國領土 包括滿洲、台灣、澎湖等等 而1945年正式日本投降之後 就是波士坦公告 就是日本預備投降的時候 波士坦公告 就重新開羅宣言的內容 就是說 日本主權只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 不包括台灣、滿洲、澎湖等等 而且也不包括琉球 後來美國強行托管琉球 就將琉球送給日本的沖繩島 其實這個並不是琉球 墳島的人的意願 但是這些在冷戰期間 美國當時做了這些事情 這些既然已經是有國際公約 又有基本的簽了的公告 美國和中國 你現在國會又想改變情況嗎? 動機其實很簡單 不過是想引起台海的問題 這個台海的問題 引致中國和台灣衝突 這個就是拜登的一個計謀 因為如果引起衝突 現在有些戰亂 亞洲的經濟發展 就一直興起 正在追上美國的時候 就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資金退出亞洲 留回美國 而且很多資金會離開中國 這個就是想 難助中國發展成功的一個計謀 而這件事使人覺得 這是一個dishonor 是一個沒有誠信的做法 其實Haren Jackson 這個學者 是1994年寫的本書 A Century of Dishonor 當時由林肯總統邀請到白宮 林肯表示對原住民 很好的 你也是我公民 於是簽了和平條約 有一個和平的分章 又有一個和平的條約給他 兩個油長很喜歡和平 相信美國政府說的話 但想不到15個月之後 美軍就去屠殺他們 就在Sank Creek這個地方 就是沙溪那裡 當他打獵野牛的時候 美軍就去屠殺他們 當時這個林肯總統邀請和平分章 然後美軍和條約長騎馬 告訴美軍 就被他開槍 打落地之後 就開槍打死他 第二次到Black Hattel這個油長 見到美軍來 他拿著一支美國旗 表示美國公民 拿著當時總統的條約和勳章 又被美軍開槍打到落馬 終歸這兩個油長 最後都是被屠殺而死 我亦提及過當時紀錄裏 有一個三歲的小孩 沒有穿衣服 一邊哭一邊走 因為他的大人 看到屠殺的人來晚走 記得大個小孩 過小孩後來哭 三個美軍騎馬 一起停下來落馬 用長槍鬥一下誰先射死他 這件事我以前說過 竟然有一些聽眾說 這些好像作出來一樣 講故事什麼恐怖故事 我告訴你這本書 叫做A Century of Dishonored 是1994年出的 第344頁 很清楚記錄這些事 麻煩你看看書 因為我講話基本上有根有據 不是貧胸亂作 好了 這些是Dishonored 美國當時對原住民 是完全沒有誠信所做的事 其實如果我們看回整個 對原住民的歷史 根據明尼蘇勒大學 明尼蘇勒大學 明尼蘇勒大學 他從人口統計 他說在1492年 美國人口大約是7200多萬 但其實有些計算得更多 有些計算成億 這是中庭數的估計 但到19世紀末 就是所如無多 整個美洲計 都剩下400多萬人 7000多萬剩下400多萬 即剩下6% 而在美國控制之內的世界 原本美洲 即美國控制的範圍 是有500萬左右 但到19世紀後期 最後那一年剩下25萬 所以美國其實殺這個原住民 相當多 當然不是用槍殺 有些又是用疾病 拿走他的野牛 拿走他的糧食 逼他離開 走很長的路 然後中途死很多人等等 這些等等 其實是Dishonor 19世紀 A Century of Dishonor 根據作者Helen Jackson所說 而到今天 即美國開始 人權等等 原住民到21世紀 就可以增長 幾十萬人增長到600萬人 開始有些改變 美國原本是一個很安慰的國家 他很有榮譽 他應該是很有他自己的價值觀 例如清教徒當時創業花號 來美當時 他說的是相當崇高的價值 所謂偉柏 當時也提出 清教徒的文化影響美國 和商業的倫理 和家庭的價值很大 但是Vapor沒有留意到 我查回那段歷史 清教徒他同時 其實在James Hunt 就是英國殖民主席那裡 大據殺戮原住民 但清教徒他就沒有 跟原住民做朋友 他有榮譽 但是那些侵略者是沒有的 當時起一場衝突之後 大家講和 原住民的郵長領袖 一起和殖民主義者 英國派那一班 的美國人 和他們喝酒 誰知道美國人在酒到落毒 毒死了200多個原住民的領袖 當時已經是這麼殘忍了 所以美國清教徒 當時是一個很偉大的文化 當時想立國的時候 但是到了華盛頓的時候 他已經是擁有 三千個黑人奴隸 而華盛頓本身都是 並非清教徒 甚至不是一個基督徒 他是一個 是共濟會的人 共濟會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哲學思想 他不是信宗教那種的道德價值 所以在這裏等等 我們看到這個叫Dishonored 我們不希望到今天 美國都是Dishonored 他有時都很honorable 有時又這麼dishonored 我現在就看了 他今天跟中國鬥的時候 他出了這麼多招數 究竟是不是honorable 你要把你簽了的條約 都想改變 又想逼為聯合國改變 而日本放核廢水下海 你又覺得沒有問題 這些等等 其實是不是一個honor的做法呢 其實我也想提醒 因為我也覺得 美國原本應該是一個很偉大國家 為什麼要變成這樣 但是他在跟中國鬥的時期 制裁中國 第一是打台灣牌 又想引起台獨的方向 然後逼中國 去打 但是中國一直沒有打 只是做過 我要打他就隨時贏 這樣的姿勢給你看 因為如果真的打 就跟歐洲一樣 歐洲打烏克蘭戰爭 歐洲列強都受影響 那些錢撤離歐洲 如果中國打台灣 那些錢又撤離東南亞和中國 那些錢都留在美國 一邊賣武器賺錢 一邊吞了你們全世界的錢 其實這是一個很厲害的謀略 但是這個謀略 是一個害人利己的做法 而另外 制裁中國 中國興起 作很多假消息 就是考納明目 來攻擊中國 例如搞香港問題 又要押李家超 其實香港 我在場看到 所有的暴動 那種的殘暴性和暴力性 是很難想像的 但是西方說他們是爭取民主 當他們和平示威 受到無辜的鎮壓 這些我才知道 西方的新聞是騙人的 還有後面的勢力 我以前都說了 現在不再重複 就是後面多少錢 多少勢力 支持了這些暴動 然後呢 跟著又作出一個新疆問題 就是以前我也說過了 根本這個消息是沒有任何足夠證據 最後連聯合國最後報告都說 都沒有用到種族滅絕這個字 又沒有說一百萬人抓去集中營 根本美國作出來這麼多的說法 根本就不是 所以這些等等 作很多東西出來 來製造一些劇本 所以劇本就是說 這個後真相時期 叫做Post Post-Truth Politics 後真相的政治 或者Post-Truth 就是後真理 就是不信有真理 一切都是你作出來的故事 來講壞別人的國家 那時候呢 我們才明白 我以為以前 他對中東說的那麼多話 很可能都不是真實的 你問一下中東人 認為是不是 我問過 原來不是 原來是騙我們的 美國的新聞在騙我們 所以這個令我們很痛心 美國為什麼會這樣呢 而呢 拜登還走多一步 聯合歐洲、日本、韓國、澳洲 來合作打中國 我其實就是希望 好像當年打日本那樣 日本屈服之後 他的日本利益 就被美國去搶 當時他打壓法國的 亞爾斯通 又是在鑑彎 捉了別人的CEO 來等他 最後花很多錢來打官司 最後就 被他買了那間公司 能夠競爭追上美國公司 就被他這樣併吞 他想捉孟晚舟 都是同樣的手法 如果中國屈服呢 好像當年日本那樣 中國的經濟成果和利益 就開始被列強瓜分 因為如果中國被他押完 他今晚要跟中國談 希望你能夠投降 你能夠認輸 那我就不再你 不玩你那麼多 不制裁你 又不再用台灣玩你 又不趕你新疆那麼多 其實是作了很多東西出來 來逼你 然後等你就犯 就犯之後 最後就瓜分你的利益 這種的瓜分利益呢 就是想控制中國 所成功發展的工業 科技 土地等等的資源 著名的台灣的教授 賴岳謙博士 他留學法國 他對西方非常清楚 一個國際問題專家 他指出各國共同創造一個結構 是讓中國沒有選擇 一定要根據結構 就讓到最終中國的利益 就被他們搶奪 如果你不肯就犯 你不肯投降 就會被制裁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 他們的幕後的一個計劃 但是這個計劃 似乎不是很成功 因為中國都有反擊能力 例如呢 中國現在說 限制家 限制者這些 稀有的金屬元素 那麼 日本和韓國 立刻怕 它半導體要靠它 荷蘭又怕 所以大家都開始跟中國各自談 就不是聽美國指示 那麼呢 澳洲呢 中國呢 只要不買他的東西 澳洲又很麻煩 我樣子懶惰 但是一不買他的東西 即刻又不知怎麼辦 那麼呢 大家都要改變 是不是隨著美國 一起走去打爛戰 很多國都不想的 不過逼著它 唯有這樣做 但是呢 現在不是真的爛戰時期 中國呢 它的產品 它的創新性 它的能力已經大大增強 它和蘇聯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呢 競爭應該公平 這個雖然美國 原本是清教徒當時說的 原則來的 但是它現在 又是不是很 honorable 執行它自己 立國當時的先祖精神 還是其實它在這裡 違背了 它原本說的 民主自由人權的大道理呢 那應該是 有一個洞 看